中六下午中共为建委召开防控记者会宣告坚持动态清零 严格执行先前的第九版防控方案 一杆打翻前一天传出中共可能放宽防疫与隔离政策的消息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要严格执行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久不准要求 先前彭博社四日掌握到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专家曾光的会议录音称 中共正在执行的防疫动态清零政策很快将发生使之性改变 另外还有当局正在制定结束航班熔断机制计划的消息 引发当天A股港股双双暴涨 时事评论员文昭分析 最近几波放松清零的消息是体制内有意放风 所以传出这个消息的明显动机就是冲着挽救股价来的 所以他们动员各个渠道向习近平施加压力 希望最迟在明年三月份 也就是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这个程序也完结的时候 这个清零政策就有实质性的放宽 不过针对中共卫健委45分钟的发布会 当局并未进一步宣布松绑政策 也在微博引起热议 中国网友表示 在听到坚持执行第九版后就退出直播间 简直是浪费时间的发布会 还有网友酸当局说 仿佛看不到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 新唐亚太电视胡宗翰 唐杰安总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